Puppy奖的周一放送 小姐你好 小姐想看些什么 要不要看一看我们这一期新到的教父材料 小姐今天买题主要是想送人还是自己用啊 文科还是理科 高二还是高三 高三啊 小姐平时是习惯用中性笔还是有性笔 甘性笔啊 甘性笔啊 甘性笔的话 那我推荐你用这套题 这套题非常的水 高一的学生都能做的 小姐 你看上去数学不太好 是不是有大题没有解出来啊 那我推荐你要看一下我们这一套 皇甘联名龙门的数学大题库 它分为日题和夜题 日题清除知识点成绩 夜题修复知识面损伤 日用的一坐就想睡觉 夜用的一坐就睡不着 小姐你是不是平时学习成绩比较水啊 那我这期建议你可以补一些干货回去 你比如看我们这套历年高考蒸汽 可以说是干中之干 一点水分都没有 很干涩很难懂 但是我个人建议啊 先不要做江苏省的试卷 我们这里呢有一些顾客反映说 江苏省的实在是太干了 做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心态上的干裂啊 爆炸啊这种情况 我个人建议啊 可以先从上海卷的开始 比较好吸收 但是啊你回家做这套题的时候一定要这样 要拍拍拍拍拍拍 你不拍你容易困 小姐这个不是高仿题 这个叫模拟题 虽然不是真题 但是跟真题的成分完全是一样的 这你可以相信我 你不信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去北大厨中门口验货的 而且我跟你说 这套题是985专用的 你从早上9点学习到晚上8点 连着5天 你成绩如果没有提升的话 你来找我 你来找我 我找我们售后的退休老师给你补课 哎哎小朋友小朋友 你做不出来题不要碰啊 你碰完别人怎么做啊 你要哪套题啊 你要哪套题我帮你拿 不好意思小姐稍等一下 不好意思小姐 最近就老是有人拿一些做过的题拿回来退 那怎么能退的了 我上次有一个顾客买了18套题 带到戈壁去做 回来了通通拿过来退掉 我一看他朋友圈啊 一直在戈壁做题啊 18套题通通做掉了 你这个根本能退了 小姐 这套题的价钱真的已经很良心了 你可以到市面上去跟别的牌子的同类型的考题比 包装看上去是差不多 但是这套题真的要难很多 这套题现在在网上都赶他叫教辅界的展男题 展男高手 说的就是这个题啊 真的你信我 你做完这套题 你以后什么题都不想再做 小姐还想看些什么 进口的题啊 小姐我跟你说啊 你不要迷信进口的 不要去听那些微商说什么美国题啊 英国题啊 都是骗你们的啊 就是为了卖你们卷子 不像我呀 我是真的为了你们的成绩好 你光说难度就是国货的考题是最难的 你买题一定要买国货的 哎呦江小姐你来啦 哦到货了到货了 稍等一下我帮这个小姐调一下货啊 杰西卡 哎今天早上从龙门调过来那一套黄海水在哪里啊 OKOKOK 来江小姐 哎不要紧的不要紧的 有需要再来啊 拜拜拜拜 我跪台老顾客了 一直来买题的呀 所以说啊做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一定要注重日常的补习 否则你一下做很多题你吸收不了的呀 日积月累啊 你跟同龄人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呀 我们这个江小姐啊 高考之后一直在做题 二十年之后同学聚会啊 她会做的题一点都没有变 她同学都吓死了 小姐家里有没有初中生啊 这套题非常适合现代的初中生 你到买到老里面去看一看 里面所有的初中生都在做这套题 然后看这一款 很有收藏意义的怀旧款 很多毕业好多年的职场人士都会来买这款题的 还有这套 专为亚洲中老年人设计的 重温高考回味高考 我爸妈现在就在家里能做这套题呀 家务都不做了 那小姐就要这些是吗 那我帮你算一下价格吧 现在是12345 哎呦小姐你现在价格是897元 但其实啊 我们现在商场正好在搞活动 又是高考折扣季 评会员卡一次性消费满1200块钱 可以直接给你打85折 而且小姐我跟你说啊 今天是最后一天 你今天充值会员卡 充一千送你一千 而且是终生制的 你一家子可以一辈子做高考题 真的很划算的 怎么样小姐要不要办一张 小姐你今天如果办一张的话 我再送你一个好东西 孔庙祈福的中信笔 最后一支了 孔雅送完了 最后一支 哎呀小姐 我们这里不可以送小用试题的 按规定啊 我们这里需要消费满5000道题 或者你凭上个月月考的成绩 才可以送试题的啊 这样吧小姐 我看你也是诚心想买题的 我们这里啊 新到了一批 恒水中学退休教师联名推荐的一套题 量很少的 别的门店早就买完了 网上已经被黄牛炒到500多块钱了 这个题啊 网红款抖音爆款 那个要做要做都要做 说的就是这个题 真的小姐这套题啊 买到就是赚到 你不信话我先听你念一道 就比如这一档啊 一台空调的出厂价格为X元 第一层代理加价比第二层加价多百分之十 第三层代理上加价的总和是第一层的第二层加价总和三分之一 问这台空调是不是奥克斯的 不是 奥克斯互联网直卖空调 从厂家直贡到中端 没有层层代理加价 品质更好 价格更优 他们618还有大醋呢 小姐要不要来一台 不是小姐要不要来一套 我不卖空调的呀 我就是打广告 卖奥克斯不赚钱的 都没有差价的 那小姐就这些吗 答案是不是要我帮你撕掉 那我撕了啊 给小姐 你做完之后凭小票可以来领答案的 你到时候报我名字就好了 我叫Puffy 一个 做完的考题不要撕 裹上新封面送给隔壁小孩 隔壁小孩都气哭了 YouTube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Puffy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就关注我的YouTube账号吧 哇